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处事无心是什么呢 处就是你遭遇圆境 处事就是遭遇圆境 无心是什么 就是不执着 有一句话叫 咽渡寒潭 咽去潭不留营 你看这个咽鸟飞过寒潭 寒潭静止的湖水 对不对 它飞几只这个湖水就硬几只 好热闹啊 咽飞去了潭不留营 这叫什么 你处事来了 你就硬 该好好的处理 该好好的面对 该好好承担 你就好好去做 全心全意的 把它做到好 做到圆满 事情去了呢 这心就要济静下来 不要再执着 这个学佛修行呢 弘法立生呢 做佛事呢 就是要能够做到处事无心 比如说你今天 就来学佛 对道场有一些贡献 比如说道场油漆啊 是你一个人刷的 好辛苦啊 两个礼拜没有工作啊 又刮墙壁又补图 一个人完成了 等等 常常在那边讲 走起路来啊 至高气昂的 讲话都比较大声 你就说 这个同修 你修这么久了 就是很真心的 互持关心你的慧命 就觉得你这个人修学佛法 怎么都有一点傲慢啊 三句两句 言下执意又要讲 尤其是你刷的 他说师兄 那刷尤其 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现在都要再刷了 你还在讲啊 太执着了 你说你这种执着的心量 你能成什么道业啊 对不对 福报小得不得了 心量太狭窄啊 那曾经跟这个师兄 有过节 有嫌隙 大家已经过去了 谈清楚 讲清楚了嘛 没有讲清楚 心里有借地见面 等待机缘再讲清楚 都是很自在 合情合理的 过了以后 就是不执着再见面 哎呀 合情合理的 一离相待 真诚心也不减少 这叫促师呼吸 不是你跟这个人 有问题以后 以后就怪怪的了 好几年下来 人家说奇怪 他们两个人怎么怪怪的 不大讲话呢 打招呼都是应付应付 大家坐在同一桌 都不看对方呢 他们就是六年前 曾经有一次 就是吵架 小事 六年以后 这个是忘不了 就是把 举起来啃 放在心上 这是 重要的是 生死是大 无常迅速 你不放在心上 把这些坦诚吃满 统统放在心上 十二八斜 放在心上 这就是相当可惜 所以 这个 无论是 荣辱的圆境 或者是八风 世间的八风 力衰毁育 撑击苦乐 你都要能够不执着 所以 你看这些有些人 这些很执着的 今天跟人家讲话 有一点言语的冲突而已 有一点厉害的冲突 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他会很气愤 脑袋一直盘旋回荡 睡不着 感觉 半面两三点感觉 穿起来 穿不上的跪 背起来的凉血压 哇 要两巴 你是怎样 是什么事 小事 对不对 或者就跟邻居 邻居在那边交话 交交交交 用几滴用带水 对不起 对不起 张先生对不起 这压火没水给你压到 哇 你很看不起人 像你们家有正会 半面睡 晚上睡怎样 一直想这个事 条纲 就是因为什么事 条纲在那里 阿贵 有我的面子 穿过来 心脏就麻麻的 心脏麻 然后手也麻 呼吸就 喘不过来 就想不开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的神经太维系了 神经要大条一点 不要让这个事都容易留在心上 你不是修行人吗 修行人更要有这个功夫 荣辱的缘情 人家讲 哎呀 你这个 你们家 我们这一个村子里最有福报的 你看你们家的车开最好 你们家的儿女最孝顺 你家的房子还原来也顺利 傻子很贪贱 人家讲一个 没啦 没啦 忘了一顶 你还会谦虚一下 伪善一下 晚上睡觉就一直想 然后你的人生观 价值观就在变 就好像自己要骄狂起来 这个同修 腰朴度 腰朴度讲感 师兄 我们请某某师兄来为我们讲一下 他今年腰朴度 做腰人家做这个善事 这么成功他的经验 做一个分享 大家掌声鼓励他 讲了两个一般的小经验 小故事 小感应 大家掌声如意 真是好啊 同修随喜赞叹 互相鼓励 互相鼓舞 大家掌声鼓励 等等 那一天开始他做事情就不一样了 他就会一直就是说 我这种人生经历你有没有 要不要我再给你开示两三个小故事 要不要我给你指点指点 你这个腰不到啊 你就是怎样怎样啊 哇 你知道我那多困难吗 我就是弃而不舍啊 我把我毕生所学啊 灵光闪斗脱口而出啊 一下坐个两三桌啊 你要不要改天我去你那里帮你讲一讲 变了 这样就变了 你太执着了 太执着了 顺尽力尽你都要不动心啊 就是自然自在 出事无形 你太执着了自己会痛苦死啊 你知道吗 像这些啊 贪心啊 容易骄傲自大啦 容易傲慢啦 容易觉得似己非人 容易觉得我能力比你好 这是病啊 这是病啊 就当人家跟你相处 感觉到你有这个征兆 那个就是你自己有病 被人家看到了 对不对 比如说有一种病 他就在家里 没法控制 三叉身体 丢丢 我说话 手会刺 人家出门 手都要弄起来 怕被人家讲话 少讲话比较好 在那儿坐 没讲话 也会刺一下 我感觉很害羞 自己生病啊 没面子 曾经有人生病 就不喜欢来佛堂 对不对 有人生一叉身 他就没想要来佛堂了 你说人家看 看着生一叉身 就感觉很没面子 那你这个贪嗔吃慢鱼 是比那种生理上的病 还严重 还要没面子的 你怎么就让他到处显露呢 这个就是 你说明就没有修行 所以你在学弘法 学做佛事 你都要记得这句 出事无心 同修 赞叹你 高兴一下 可以了 鼓励鼓励自己 因为自己满懈怠 满不振作的 修学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 对不对 鼓励一下可以了 就要告诉自己 同修慈悲了 我讲这两三个故事 都讲了恩百遍 我给人家拿来食人牙会 给我掌声如雷 我还当作是真的 赶快再精进 要这样赶快 要讲 要讲出来 或者你回家没人的时候 看着镜子讲 今天人家称赞你 你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没有 那谁谁谁 比我好多了 他都没有我骄傲 我应该把这个 骄傲的心 熄灭掉 要常常这样 你看清修的人 他常常 我这个清修了 我的处事有心 不是处事无心 我在职场工作 看到男的女的 我就觉得回家睡不着 我说你不要工作好了 你出家 我吃不了苦 我说那你怎么办 你不适合活在地球 你去火星吧 他说我不要当外星人 你什么都不行 我跟你讲 你既然就是要走清修的道路 没有人勉强你 我们道场 不准人家勉强别人清修的 不准人家过度的去劝说 你要去发愿 对不对 我不同意你这么做 这样是不正确的 应该让人家 打自己的内心 发心出来的 所以道场有人逼你 劝你 我给你讲的 蛇颤莲花 推动你 大力的推动你 要清修要干嘛 你要说上师不是这样教 你不能勉强我 我要深思熟虑 对不对 这都是公道公平的 所以当他你已经没有清修 你走上清修道路 或者是 我既行受不学淫 而今能持佛 能持 你在上师三宝前 领受这个戒律 你自己讲能持 对不对 你就要意见承担 你就要持守 持你就不要犯 然后呢 清修的人就跟这女生 看到帅哥 是我喜欢的那一行 很照顾我 然后又准备要来问我 不要问了啦 你就告诉自己 哎呦 散发了 要死心 我是那种要修行的人 我心要死 我不要再乱想 要到此为止 要这样子 男的女的都一样 贪嗔痴慢都一样 你有这个我慢 哎呀 不要交慢了 你真的了不起吗 人家讲一句 人家以前有一个很骄傲的人 遇到一位老法师 我一见到他就开始讲 自己懂什么 自己有什么阅历 怎么男行能行 怎么样的变才无碍 智慧操群讲 老法师跟他讲 你哦 吃饭棒赛臭模模 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是很行吗 你不是要吃饭吗 你不是要拉屎吗 去闻闻看臭不臭 臭嘛 你是人啊 什么了不起 赶快修啊 有的社觉要告诉自己一下 这个家里有一点钱啊 有一点产业啊 或者人长得漂亮啊 什么 我们那个心都会超过 对不对 都控制不了 你就要告诉自己啊 我家这算什么 我家这个算有钱吗 我们家几千万吧 或者几亿吧 两三亿的资产 你去中国大陆看看 动辄几十个亿 多少 一亿我们五倍啊 对不对 人家一亿 我们一亿 他们一亿我们五亿啊 你要怎么跟人家比 所以常常要拿这些 实相来警惕 来唤醒自己 不要再痴迷颠倒 处事无心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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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